我們現在拉麵呢 已經上桌了 好難想像 我等一下要把它吃掉 為了拍片 我們要來解剖它了 它是比雞肉更嫩的青蛙肉 看 Oh My God 把它扇到背面 喔 它的脊椎斷了 喔 突然間雞皮疙瘩起來了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吃這東西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歡迎來到我們的 奇怪美食系列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也是超級厲害 如果你有看過 大王巨竹蟲拉麵那集的話呢 那這一次要開箱的拉麵 跟大王巨竹蟲 可以說是互相披敵 沒錯就是最近也在網路上爆紅的 也就是青蛙拉麵 當時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青蛙拉麵的時候 直接嚇傻 它是一整隻完好的青蛙 它直接趴在拉麵上面 而且還是黑色的 看上去就超級恐怖 那個青蛙的頭 那個眼睛 直接看著你 然後你要把它給 一部分一部分的吃掉 光是要想的就覺得有點可怕 好了那我們現在已經到店面門口了 至於它實際上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們就趕快進去看看吧 原拉麵祖傳八代 目前第一代 哈哈哈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拉麵呢 已經上桌了 超可怕的呀 我在看著你看著 好難想像 我等一下要把它吃掉 而且呢 它覆過來的餐具 這看起來就像是 小時候解剖青蛙的那個解剖刀 我等一下要把它解剖耶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隻青蛙 它是說大概200克左右 它很大隻耶 它完好的可以趴在這個拉麵上面 其實它整隻的話呢 比我的臉還長 聞起來呢 其實有蠻重的一個蛤蜊鮮味 感覺是一個鮮味很高的海鮮湯的感覺 接著呢 我們就要用刀來切它了 我小時候不敢解剖青蛙 長大竟然為了拍片 這樣到底要吃啊 好可怕啊 我只有吃過青蛙的這個後腿 啊 等一下我夾起來 啊 它腿被我動壞了 啊 它的那個花紋 它皮的啊 它皮的這個紋路都還在 看來煮的非常的軟嫩 先從最不恐怖的腿開始吃吧 它是比雞肉更嫩的青蛙肉 其實真的很好吃耶 畢竟它是一個算野味吧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土味啊 或者是之類的 但這隻甜雞是完全沒有 然後又加上呢 因為它是用這個蛤蜊啊 等等的去熬製成的高湯 它已經完全吸附在裡面了 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時候呢 基本就是吃到麵裡面的這個高湯海鮮的味道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天雞 超級軟嫩的肉質 我覺得它這個肉質啊 比我們一般可能去吃火鍋 偶爾會看到的天雞腳啊 還要再更嫩 我覺得它應該是熬煮的過程呢 煮了蠻久的 所以吃下去超級滑嫩 但是呢 它的皮會告訴你 噢 它是天雞 它不是雞肉 因為它的皮呢 就比雞肉稍微再更薄 然後再更黏一點點 它的湯頭也做得非常的香 基本上呢 沒有什麼味噌的味道 老實說 我覺得它比較不像是拉麵 所以它比較像是一個獨創 非常創新的一種拉麵 腿的部分真的很好吃 但是呢 腿的部分吃完 它的中間到底要怎麼吃 那我們先把它翻過來看一下 翻翻翻翻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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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雞皮疙瘩起來了 如果你有一點害怕青蛙的話呢 我建議你就直接從背面開始吃就好 好 我們現在要來解剖它的肚肚囉 把它翻到背面 噢 它的脊椎斷了 那其實它已經幫你把內臟的部分呢 都處理的差不多了 這整隻都是能吃的 那我們來吃它肚肚的肉 看看有沒有不一樣哦 我覺得它身體的肉呢 稍微比較扎實一點 口感更像肌肉一點 然後味道上呢 其實跟剛剛前面差不多 它本身的肉是沒有什麼味道 吃下去呢 其實都是湯汁的味道 感覺這個很健康的肉 然後一絲一絲切一下 啾啾啾啾 來了 由尼師傅的刀工 所切下來的青蛙肉 它下半身的整個部分呢 都跟後腿差不多 都是非常軟嫩 我看到官網有說 歡迎直接把整隻青蛙拿起來克 嗯 那我這樣認真的吃它的皮呢 Q度還蠻夠的 然後又不會太厚 那吃完可怕的甜雞之後呢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麵 它麵的部分算是細白麵 Q度看起來還不錯喔 我又來到了大海 海的味道怎麼可以這麼濃 這麼香啊 它麵給的超級多耶 一個男生也絕對吃得飽 它有蠻重的這個蒜頭的味道 因為它在旁邊放了還蠻多顆的蒜頭 簡單來說的話 它就是蛤蜊蒜頭湯 但是呢 它又比蛤蜊蒜頭湯要更濃郁一點 它很像是一般我們在吃拉麵的時候 會看到那種雞白湯 但是呢 實際上吃下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非常蠢 然後我覺得比拉麵還要再更不鹹一點 哇怎麼做到啦 然後它的蛤蜊呢 也算是還蠻飽滿的 不過蛤蜊就有鹹了 蛤蜊好好吃喔 喜歡 好啦 我們已經完食了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看起來超級超級超級可怕 但實際上吃起來很好吃的拉麵 就是一開始呢 它端上做的那一刻 你就會覺得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吃這個東西 實在是頂不住 但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呢 真的是有比想像中的好吃啦 但我覺得是因為它有做過改良啦 就是連把湯底的部分呢 都跟真正日式傳統的拉麵 做過不一樣的調整了 所以吃起來沒有違和感 又新奇又好吃 但不要看它 好啦那今天的奇怪美食開箱呢 就差不多在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小鈴鐺喔 如果你還有吃到什麼 各式奇奇怪怪的奇怪美食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我們下期見 掰掰 啊 它可以張嘴耶 你知道翻到背面之後 你就會一直注意到它的嘴巴 然後就想讓它張嘴 然後它真的可以張嘴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張嘴囉 它很張嘴 好可怕 然後再看一看 你就會不會看得到 就這樣看一看 就這樣看得到 在你中心的平衡 就這樣看得到